马来西亚和中国澳门两支球队和中国队和朝鲜队不在一个档次上 这边有机会打猛 这个球张玉宁利用自己的个人能力 我们再来看看这个球后场突然的这种携传非常有威胁 对方后卫队员其实在判断皮球落点的时候有一定的失误 这球门将也没有出来 被张玉宁机敏的抢到皮球 只可惜这脚左脚的失射呀 没有胆正 漂亮 球进了 果然利用一个脚球又是张玉宁 这个球张玉宁在前点几乎没有起跳 投球一摆 就将皮球送入了网窝 我们看看这一点几乎是没有起跳 两分球员是挡在皮球前 再掉进进区 看看后点 传造进区里 球又进了 十一号林良明 距离刚才张玉宁的进球不过一分钟的时间 中国队再次破门 非常的犀利 我看这边 我看这边朝鲜队在防守的时候出现了严重的失误 这个球直接漏到了后点 而张玉宁这个球传的非常漂亮 这个球看角度比较小 张玉宁没有选择盲目的起脚 对于场整体球场的这种把控能力 漂亮 又来了 往进去 打门 这个球打呲了 非常可惜 但是之前一连串的配合又是眼花流了 再来看看 高海生 这个后脚跟船地非常精彩 而张玉宁打到六七十分钟左右 他们的体能往往会让他们有这种很好的掌控局面的基础 这个球有机会 投球球又进了 三比零 十一号林良明 没开二度 是无从下手了 我们再来看看 这个球首先林良明利用自己的这种跑位 很巧妙的甩开了对方的防守 这球张玉宁的传球也是非常漂亮 而且对方后卫队员和门将之间产生了一定的误会 攻队的反击 看看 非常漂亮和准确的传球 哎呀 只可惜 停的底下不是很好 林良明选择个人突破 进去内 再扣 传过来张玉宁打门 哎呀 这个球太可惜了 这一连串的进攻 其实配合非常精彩 能力啊 在左边 打开了局面 我看看这个球虽然第一下没有挺好 但是利用这种超强的个人能力 首先是抹开了对方的一个防守队员 而且在中路这种横向的盘带 面对一个空门 这次张颜双拳将球击出 击的不远 外围打门 球进了 朝险队单回一球 我们看这个球边才失忆越位了 我们再来看看这个脚球 首先是门将 张颜这个球击出的并不远 外围的远射 这个球边才可能是认为 大概这次反击 朝险队 我们说这个时候 下半场换上场的25号赵建飞啊 裁判认为赵建飞这个球有故意守球的嫌疑 可以说短短的三四分钟之内赵建飞是连吃两张黄牌 这个球虽然说慢镜头看起来打到了赵建飞的肩膀上 但是赵建飞这个球伸胳膊啊 抬起胳膊来篮球的意识 让左腾龙智看得非常清楚 也已经差不多了 这个时候主裁判左腾龙智吹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音